汉宣帝用三步骑灭了霍氏,牺牲皇后是必选项,为何还要牺牲儿子? 嗖嗖的冷风在大汉朝的皇宫中吹拂着,今夜是刘赫呆在汉王朝宫殿中的最后一夜,他声色犬马的日子总算是过到头了,霍光当夜便带着人马闯入了刘赫的寝宫,刀剑的摩擦声格外刺耳,霍光隶属刘赫的罪过,并且将这位只当了27天皇帝的人给废掉了。 汉妃帝刘赫带着落寞和无奈,离开京城以后,大汉朝的天下到底交在谁的手里,其实霍光早有打算,不过在立新皇帝之前,霍光还需要做一件大事,那就是清除刘赫的党履。 刘赫从昌义国带来的两百多个亲信,眨眼之间就都成了霍光的刀下亡魂,他们临死之前依旧大喊,当断不断反受其乱。 可见刘赫原本也是准备对霍光下手的,只是他犯了拖延症,使得霍光先下手为强。 刘荀颤颤巍巍的看着眼前这个宝巾沧桑穿着华丽的大叔,他心里泛起了嘀咕,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,眼前的人正是大汉朝权力最大的大将军霍光。 霍光与刘荀交谈了一段时间后,他显得十分满意,刘荀无父无母,甚至连外戚力量都没有一支,可是他却是汉武帝的亲重孙。 这层出身关系,加上刘荀没有任何势力背景,以及刘荀千功有礼的态度,使得霍光铁了新要立刘荀为新皇帝。 刘荀的登场,让所有人大跌眼镜,当年汉武帝虽然颁布最挤兆,但是并没有将刘荀给放出监狱。 而且后来出狱的刘荀,其实压根就是普通平民,所以说让一个坐过牢的皇室后裔做皇帝,谁能想得到呢? 其实,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,霍光之所以强烈要求立刘荀为皇帝。 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刘荀好控制,此前吃了一回立刘荀的亏,霍光再也不会犯第二次错。 他知道不管立哪个诸侯王上台,他都会有一帮属于自己的班底一起进入朝廷,那霍光这个大将军的位置很可能就会不保。 而刘荀的身份完美地避开了这件事,刘荀除了牢头岳父以外,压根就没有任何党与力量,这还不是上天赐给霍光的小皇帝吗? 可是刘荀当真是那么好控制的吗?至少在霍光看来,刘荀的确非常好控制,几乎对霍光是言听计从。 世事都要征求霍光的建议,霍光非常满意。 许平均是刘荀在民间的结发妻子,两个人感情据说非常好,可是这件事却成了霍光的心事,因为刘荀什么地方都让霍光满意,唯独在婚嫁方面让霍光有些小介意。 霍光的女儿霍成军已经长大成人,一直都是霍家想要立为皇后的对象,可是刘荀此刻居然有了结发妻子,而且显然是要立为皇后的。 刚入宫的刘荀压根就不懂其中的道理,所以立刻扬言要立许平均为皇后,说出去的话自然是收不回来。 霍光对此也没有在明面上提出反对意见,只不过从他后来的态度上来看,刘荀这一举动是大错特错了。 演出,郭剑贤,香劳问,意味赶重谢言,后人有尚书告诸一代即无壮者,借收戏赵雨,喝不到,嫌恐急,即以壮剧雨光,音乐,既诗即为之,无另立即眼。 光惊恶,漠然不应,其后奏上,赎眼勿论,汉书,卷九十七。 刘荀为此捏了一把汗,她才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到底有多严重,为了不被废除,刘荀必须要想办法挽回局势,只有讨好霍光。 这是唯一的出路,立许平均为皇后的事情已经不可逆转,可是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在霍光心里的好感呢? 刘荀找不到,除了废掉皇后改立或成军为皇后,刘荀找不到第二个办法。 而在这个时候,许平均难产后,吃了春雨眼的药,结果一命呜呼了,刘荀当然是伤心到了极点,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了,这极有可能是霍光的报复。 报复来得太快,刘荀咬牙切齿,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,否则许平均的死就太没有价值了。 汉轩帝后葬了许平均以后,终于将新婚的事情提上了一程,没有了许平均的阻挠,汉轩帝迎娶霍成军为皇后,那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。 许平均死后,霍光的老婆立刻将霍成军送到了汉轩帝身边,仅仅一年后,霍成军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轩帝的第二任皇后。 一切都来得太顺利,就算是瞎子都看得出来,所有事情都是霍家计划好的,就算有人说许平均不是霍光毒杀的,但是霍光知道他媳妇毒杀许平均后,依旧默不作声,可见霍光也默认了这件事。 在汉轩帝眼里,不管是霍显还是霍光,其实都是没什么差别的,游巡心里的大计划早就已经布置好了。 他迎娶了霍成军,并且加封霍成军为皇后,霍成军的地位越稳固,那么他的皇位也就越稳固,霍光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,所以既不会发动政变费了刘巡,也不会自立为殿,篡夺大汉江山。 刘巡这一招可谓是非常高明,婚后的刘巡与霍成军应该是比较恩爱的,至少明面上装着非常恩爱,否则,霍成军在母亲霍显面前是没法交代的。 一旦霍成军把汉轩帝冷落他的事情告诉霍显的话,那么霍光不由得就会联想到许平君的死,只要汉轩帝有为许平君报仇的念头,那么霍家可就麻烦了。 霍光自然是不能让霍家出现麻烦的,所以刘巡也必须要与霍成军恩爱爱,纵然他知道自己每天抱着睡觉的女人是自己毕生的仇人。 这可能是刘巡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决定,刘氏是许平君和刘巡所生的儿子,也是刘巡的长子,所以早早就被刘巡立为太子。 可是霍成军成为皇后以后,刘巡必须要与他假装恩爱,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让霍成军生孩子。 结果让人十分意外,霍成军没有生下过孩子。 霍成军担任皇后四年的时间里,至少在前两年的时间,跟汉轩帝刘巡是如交似漆的, 就算是这样,都没能让自己怀上孩子,那就只有两个可能了。 第一个就是霍成军本人没有生育能力,第二个可能就是汉轩帝不想让霍成军生下孩子。 刘巡是要灭了霍家的,这是他的终极目的,如果霍成军生了孩子,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有了刘家和霍家的血统, 等到他对霍家下手的时候,该如何跟这个孩子交代呢? 难道要告诉他,他外婆全家都不是好人吗? 所以与其如此烦恼,倒不如在最开始就把这个错误扼杀在摇篮里, 所以汉轩帝找了一个不错的办法,使得霍成军始终都无法怀上孩子。 但是,这不是灭亡霍家的最好办法,霍光死了以后, 他儿子霍于想要继承老爸的产业,结果被汉轩帝一口拒绝。 与霍家截然相反的是,许平军的许家这个时候被汉轩帝扶植起来了, 许平军的老爸许光汉不仅被封了侯,就连儿子刘氏都被立为了太子。 这已经是一种不好的信号。 气急败坏的霍成军在母亲霍显的怂恿下,决定要毒死太子刘氏。 其实我们会发现,汉轩帝公然封赏许家,又架空霍于, 立太子刘氏,目的就是为了激怒霍家的人。 只要霍家的人在任何一方面有所行动, 那么刘荀就能够找到理由灭了他们家。 果不其然,霍成军开始毒害太子,结果事情败露, 跟这件事同时暴露出来的还有许平军的死。 无奈之下的霍显,只好让儿子霍与发动政变, 其实汉轩帝早就做好了准备,就等着霍家发怒的这一天, 所以他彻底将意图谋反的霍家一网打尽。 而霍成军的皇后之位也被废除,并且勒令赐死, 可见先前的宠爱全都是刘荀装出来的。 刘氏是汉轩帝刘荀和许平军所生的儿子, 也是汉轩帝的长子,在霍光活着的时候, 汉轩帝故意装作等待或成军生孩子以后再立太子的态度, 所以保住了刘氏的小命。 如果汉轩帝胆敢在霍光生前立刘氏为太子, 可能他们父子俩都要被害死, 所以说刘荀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, 已经显露出自己的老道了。 后杀许后是泼屑,险遂与朱续昆帝谋反, 发掘邪诛面。 事又思思皇后策曰,皇后迎获失道, 怀不得, 协独于母伯禄宣承侯夫人显谋欲为太子, 无人母之恩, 不宜奉宗妙衣服, 不可以成天命, 无乎伤哉。 其退毕宫, 上喜寿有私, 或后立五年, 废除昭台宫, 汉书, 卷九十七。 可是, 在最后逼迫霍家造反的时候, 刘氏却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, 刘荀明白, 如果不拿刘氏去做赌注, 可能霍家永远都不会爆发,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选择造反这种极端的事情。 所以刘氏成了刘荀唯一的工具, 这也是最冒险的一步棋。 不过事实证明, 这步棋迪却也是三步棋中走得最精彩的一步棋。 从霍城军和霍显掉入陷阱, 到霍家被汉宣帝刘荀一网打尽, 期间其实也是无缝对接的, 这一套路子对霍家来说似曾相识。 当年霍光在废掉汉废帝刘荷的时候, 岂不也是一气呵成, 刘荷的两百多手下全部被霍光诛杀, 一个不留, 可见霍光手段如何高明。 霍光历经汉武帝、汉昭帝、 汉废帝以及汉宣帝四任皇帝, 政治斗争的手段非常高明, 而汉宣帝刘荀其实就是霍光的徒弟而已。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顶书讨论吧。 感谢观看